企鹅是一种群居的动物 在寒冷的北极 它们总是成群结队的行动 无论是迁徙 捕食 还是捕育后代 但是 在某个特殊的时候 企鹅族群当中 偶尔会有那么一只 在突然望向远山的时候 停下随族群前进的脚步 它望着远处的雪山 在长久的沉默之后 突然离开它的族群 放弃了前往 更适宜生存区域的道路 而奔向遥远的雪山 远处的雪山依稀可见 看似很近 实际很遥远 而前往雪山的企鹅 也无法得到食物 这种行为等同于是自杀 但是每一只选择离开族群 奔赴雪山的企鹅 都会义无反顾 绝不回头 直至其死在路上 人总会在某一个瞬间 产生突然的自我 那个时候 它或许不够成熟于理智 为了一个单纯的理想而行动 但最起码 它活得潇洒自在 就像此时的张义 它难得地冲动了一次 宁愿放弃 获得大量物资的机会 宁愿和西北王李长弓 结下难以解开的仇怨 他也要狠狠打一次李长弓的脸 好让李长弓知道 他那引以为傲的出身 自以为是的颜面 在他张义的眼睛里面 微不足道 一无是处 张义关闭了与李长弓通讯的频道 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李长弓的求和 已经证明了一件事 他此时已经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张义终于举起了手中的两把枪 对准了大地之上 那个满脸惊恶 却还在强称着 自己可笑尊严的李长弓 群星坠落 从他的枪口当中 黑色的弹雨汹涌地喷波而出 如同一颗又一颗璀璨的黑色流星 直奔李长弓而去 张义根本不需要瞄准 每一颗都锁定了李长弓所在的位置 一瞬间便有数千颗 数万颗虚空能量化作的子弹 袭向大地 李长弓的瞳孔猛地一缩 他知道 张义要开始收尾了 不过 他李长弓 可没有那么容易认输 张义 想要赢我 你也配 李长弓怒吼一声 挺起双刀 一道道刀光凌空而起 展落一颗颗星辰 但是 被展落的星辰并没有消失 而是轰然坠地 每一颗黑暗星辰 都在大地之上 形成一个个无比巨大的深坑 短短片刻之间 李长弓的身边 近万米的区域 已经变成了巨大的深谷 漂泊大雨倾盆下 并没有片刻地停歇 高空之中并不缺乏乌云 自然天象 成为了张义手中的武器 李长弓左冲右突 艰难地抵御着张义 源源不断地攻击 他忽然发现一件事情 张义一边跟他战斗 一边还可以往嘴里面塞东西 那是杨思雅升级之后的异能食物 张义的异能损失 也可以得到最快速度的恢复 但是李长弓 哪有这种待遇 他身上纵然携带部分药物 但这种东西 也不可能一直使用 否则会对他的身体造成透支 他在暴雨和黑暗星群之中 艰难地抵御着 纵然是千锤百炼的躯体 也因为不断地挥刀 而出现了机体疲惫 他的双手仿佛有千军重 那两把长刀都有些拿不动了 兴奋剂的效果一过 那种酸涩沉重的感觉 让他双臂和双腿 都像是灌满了千一般 扑扑扑 子弹打在作战符上 那声音沉重 如同敲在李长弓身上的鼓点一般 他的内心顿时一沉 手中的长刀 终于无法挡下所有子弹了 李长弓的内心出现了迟疑 他知道自己到达了极限 内心的迟疑 会让出刀的速度变慢 而打在他身上的子弹 也变得更多了起来 难道我 真的要输了 李长弓浑身的血液一凉 有生以来 他第一次感觉到巨大的惊恐 那是尊严被彻底扫地 被狠狠打脸的悔恨与羞耻 回想到他当初一次次 气势破人的逼张异与他决斗 他就恨不得找个地方赶紧钻进去 但是张异可不会对他手下留情 趁你病 要你命 更多大口径的火炮 开始对准李长弓发起轰击 这玩意如果打在身上 就算有最顶级的作战符 也会被很快轰碎 江涵看得满脸焦急 秦帅 赶紧让他们停下吧 秦启公悠悠地说道 可是 胜负还没有分出来呢 除非勾成自己开口认输 江涵文言 立刻利用通讯设备 给李长弓传话 大哥 认输吧 不要再打了 李长弓的内心已经绝望了 但是江涵这句话 就像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一般 让他内心一阵剧痛 江涵可是他的青梅竹马 从小就崇拜他的妹妹 他当初怎么跟江涵说的 他那时候 可是意气风发 一脸胜券在握地对江涵说 他一定会狠狠地教训张义 给他和白虎报仇 可现在呢 他丑陋的惨状 完全被江涵所看到了 李长弓咬了咬牙 他忽然感觉自己的喉咙发紧 怎么都发不出 我认输这三个字 张义的嘴角 带着嘲讽的笑容 深周的淡雨丝毫不减 出手更加猛烈 就在李长弓要放弃的时候 张义主动和他通讯 李长弓 求饶吧 只要你乖乖求饶认输 我就不欺负你了 今天这件事情 希望你长得记性 别再以为自己很厉害了 没有好的家事 其实你什么都不是 来 快认输吧 跪下来说 你错了 我现在好想看看 你那张倔强的脸上露出不屈 而又不得不臣服的表情 张义的一番讥讽 让李长弓的眼珠子都红了 他猛地抬头 发出一声目吼 张义 我杀了你 杀 他顶着漫天的淡雨 再度冲天起 此时的他已经丧失了理智 要和张义拼命 但等来的 只是张义更加猛烈的攻击 你似乎误会了些什么 你可不是漫画里的角色 愤怒并不能让你变得强大 要不要你来一波回忆杀 说不定还能增强点战斗力呢 张义嘲讽的声音 继续在李长弓耳边响起 而他的双枪合并在一起 对准了腾空而起的李长弓 也差不多该结束了吧 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从张义的身上散发而出 这股气势 也是所有人从未在张义身上感受过的 这是张义如今所能够发出的最强大的攻击 他的背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虚空的力量从其中蔓延出来 如同在天空打开了一道巨大的深渊之门 无穷的力量汇聚在张义身上 如同涌动的巨大海底浪潮 沿着他的双臂蔓延 然后涌入他那两把暗银色的白箫之中 下一刻 一把巨大的黑暗战戟 从双枪之中冒出了头 灭亡之急 那跟十几米长的巨大黑暗战戟出现的瞬间 所有人的脸色骤然变了 这场战斗持续了接近半日 但是从头到尾 张义一直都在使用手段 躲避李长弓的进攻或者对他进行拖延 还是第一次 他使用出威力如此可怕的杀招 没事的 任何攻击都会被大哥的能力所斩断 再强大的能力也杀不死大哥 江涵握紧了拳头说道 可是他没有注意到 张义嘴角那抹深邃的笑容 灭亡之急瞬间来到李长弓的身前 他双目赤红 双刀猛地挥出 无念皆斩 无物不可破 巨大的黑色战戟 被直接从中间一分为二 但是这一次 他没有飞向别处 而是在经过李长弓两侧的时候 轰然爆发 一个巨大的黑色球体 在半空中突兀地出现 刹那之间形成了一颗半径 高达十公里的圆球 单体攻击对你无效 但是大范围 AOE攻击你总没有办法应对了吧 张义如是说道 他只是用了一个小手段 就欺骗了李长弓 那就是同时释放两发灭亡之急 然后假装只有一发 而在接近李长弓的时候 再让其分开 这才给李长弓 制造了他一刀劈开张义灭亡之急的错觉 大哥 江涵激动地大喊道 秦启公按住了他的肩膀 朝他微笑着说道 别担心 勾尘不会有事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上道文消失在了原地 张义的眼睛盯着 被击中的李长弓 轻声低语道 这个攻击覆盖范围 以你的能力 根本来不及逃走 李长弓 你不会真的死了吧 李长弓当然没有死 这是在圣经 有多位伊普希龙盯着这一战 不会允许华须国 失去一名顶级的战力 更何况张义与李长弓之间的战斗 并不是那种极度惊险的类型 而是那种时间跨度极长的拉锯战 这种战斗 就可以将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 虚空之中 黑暗消散 李长弓的身体 悬浮在半空之中 他身上的作战符破碎 头盔都炸开了 他躺在半空中 身体周围笼罩着一层厚厚的蓝色光芒 此时的他 虽然没有被张义杀死 双眼却失去了焦距 张义的眼睛里面 闪过一抹奇异之色 怪不得秦启公说过 会在关键时候 让人保护好二人 避免发生死亡事件 原来 是有这么一招 远处 上道文化作一道流星飞来 他飞到张义与李长弓的中间 常常呼出一口浊气 混沌先生 说好了 不要下死手 你出手也太重了吧 我要是再出手慢一点 可能沟臣真的被你给干掉了呢 刚刚就是 他出手保住了 李长弓的性命 张义看了一眼上道文 这位神话代号 地藏王的存在 看样子 是一位念能力的持有者 否则的话 他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迅速地隔空 用强大的念力形成护盾 保住李长弓的性命 远在圣经的地神殿 关龙月收起手中的木雕 张义出手看似强势 但并没有真的要杀李长弓 因此不需要他出手制止 这样也好 因为他出手的话 目标就是张义了 张义看着已经崩溃的李长弓 却仍然继续询问道 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吗 李长弓 你认输吗 上道文的眉毛有趣地抖动着 神色有些无奈地 回头看了一眼李长弓 那还用说吗 他都出手了 李长弓如果不是有他在 刚刚那一击 可能就丢掉了性命 但张义故意这么说 就是要彻底击溃李长弓的信心 李长弓的眼睛里 猛地闪过波涛般的涟漪 然后他缓缓闭上了眼睛 张义大笑着高声说道 西北王不会是在装死吧 堂堂降门之后 西北大区的最高统帅 打不过就开始装死了 他扯着嗓子用扩音器 大声喊道 我的天哪 难道你指望的是 大家记性很差 嘴巴也很严实 不会把这件事情道出去说 不会吧 不会吧 作战服的智能设备 拥有很有效的扩音系统 这是为了方便在战斗的时候 下达命令 所以张义扯着嗓子一喊 声音从天空朝着周围散去 远处的众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李长弓猛地睁开眼睛 别 你别说了 张义低下头望着他 居高临下 神态如同李长弓一开始 面对张义时一样 知道错了吗 他优雅地转动着手里的枪 还是说 你想要接着打 李长弓的脸色十分难看 上道文也一脸玩味地看着他 那表情似乎在说 李长弓 你要点脸吧 你要是还不认说 我可不会再出手了 我 李长弓的喉咙沙哑的 像是生锈的铁皮罐头 他这一个字 停顿了接近一分钟 最后才无比憋屈 张红了脸地说道 我说了 这一句话说出去之后 李长弓的身体里 仿佛有什么东西 被人用针管抽了出去 他的脸色迅速地暗淡下去 腰背都不再像过去那样挺直 秦启公与寒山左 江寒 帕吉格桑 都清清楚楚地 看到了这个男人的身上 那种难以掩饰的落寞 张义没有再多说什么 这一次打击 已经让他彻彻底底找回了面子 被自己瞧不起的人打败 让李长弓的尊严 彻底被击碎 张义后退半步消失在原地 然后朝着圣经城飞去 上道文看向李长弓 微笑着安慰道 勾成阁下 一时的胜败 不能说明什么 希望您打起精神 支持而厚勇 李长弓闭上眼睛 让我一个人留下 安静一会儿 上道文挑了挑没 那好 我先回去了 上道文离开了 李长弓身上的念力消失 他从空中自由落体 朝着大地落下 没过多久 他的身体就落在了 满是冰水的泥泞当中 他也有空间力量 所以不会被摔死 但他还是让自己稍微摔了一下 身体上的疼痛 能够缓解他内心的疼痛 他用泥水将自己彻底淹没 身下 就是张义打出来的一个巨大的深坑 早已经被泥水填满 李长弓沉入了泥水的最深处 他已经没脸见人了 张义来到了秦启宫等人的身前 他的目光微不可查地扫了一眼江涵 江涵的眼神很是复杂 却什么都没有说 实力为尊的世界 张义连李长弓都战胜了 那么从今以后 谁也没有资格在他面前 说他半个错字 张义连李长弓 Apollo